你各位 終於開始了 3 2 1 嗨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今日我們要來開盒 雪兔在早上有去了一趟 我們一客館去拿雪兔 在這一次Pokemon GO TCG的禮盒 當然一定會有人在講說 PTCG的禮盒 中文版不是那一些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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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兔並不只收藏我們中文版的禮盒 最主要呢 雪兔是收藏 英文版的禮盒 日文版的禮盒呢 大多數 能收藏我會盡量收藏 可是很多都是要抽籤 抽不到也很難買 而黃牛架 驗不下去 當然那些禮盒其實還是有 它的那個價值存在 因為禮盒嘛 大多數就是賣完一輪了 就不會再復刻 所以禮盒到後面都會 越來越貴不會越來越便宜 台灣的目前看下來 疊價是疊滿兇的啦 所以我寧可 國際版多買一些些 那至於雪兔買了多少呢 大概就這麼多而已 欸超多耶 給你們討好介紹一下 欸 欸 欸 好 那首先呢 從我們這裡看到的 這個是超夢的肥包 學術買了兩個 一個做收藏 一個等一下是要開盒的 還有一個是 這個是霓虹魚的卡包 然後它裡面呢 有65張的卡片 說明書4包的擴充包 跟150張的卡片 這應該是跟我們那個 教學擴充包很像吧 我不大確定欸 啊對 就跟我們當初阿爾宙斯的 那一盒一樣 裡面應該都是 有許多的工具人 的卡組才對 那這一個 新手如果你要去加入國際版 這種禮盒應該是 非常的OK 然後關於這一次 GO的合作的禮盒呢 首先呢 就是我們 三個隊長的這個全圖 有看到嗎 然後還有GO的禮包 全圖我是認為還蠻香的啊 它上面還有送 所謂的 這個徽章 這個徽章呢 是可以別在包包上面 或者是衣服上面的 基本國際版的禮盒 都會有這一些 徽章 然後三個人物全圖都有嘛 那還有 兩個 寶可夢的禮盒 一個是耶誕樹的 我實在不懂為什麼耶誕樹會出禮盒 DOSTE 而且它還有大圖耶 國際版特有的名產大圖 有沒有看 這個 這個大圖是可以做使用的 先跟大家講 是可以做使用的 但是你整套牌都要用大圖 它就不會有所謂的基本能量 眷戀家或者是物品卡 沒有 你就只有寶可夢 所以你玩這一個大圖流的話 於是娛樂啦 最後一個呢 則是我們EBOO的 國際版禮盒 EBOO的話 因為它是閃耀卡 還蠻不錯 這幾個禮盒 我 不打散開 好不好 所以說我剛剛有講 我打散開的只有這個超夢的 其餘夠的禮盒 讓我好好的 欸 收藏在家中 收藏在家中 那跟大家講一下 每一個禮盒的價格大概 不落在兩千塊錢上下 假設你們對於這些禮盒 都有一點興趣的話 如果你是住桃園附近 非常歡迎去一客館那邊 來去做洽詢 但大多數的禮盒 都要提早個一兩個月 就要預定了 現在沒有人在打國際版的環境 自然的這些禮盒呢 不會買太多來吞 就是有多少人訂 就叫我多少貨 台北的地區 我不知道哪一間 還有在訂國際版的 但是一客館 目前日版跟美版 都還是會進 老闆呢 都會問雪兔要訂哪一些 基本我都會全拿 這一次的肥盒 就是PTCG GO的合作呢 它這個是4.5版本 何謂4.5 4.5其實就算是中間的 加長擴充包 都會有一些特殊的卡 在裡頭 而本次不僅有我們的超夢的意圖 這邊有看到嗎 有一個 SR卡片在這邊 裡頭還有我們的 噴火龍 對 閃耀的那個噴火龍 這個噴火龍如果開到的話 就可以直接抵這一盒 噴火龍閃耀的 目前這樣看下去 好像是40枚左右吧 假設以30塊錢來去做計算的話 至少有1200 1200是半盒的價格 所以我今天是來做夢的 妙蛙花那些其實還是有價啦 所以我就看這次開這個禮盒 能不能值回票價 求你啦 開盒呢就是一個噴錢啦 這一盒2100耶 2100耶你各位 你買得下去嗎 然後國際版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裡頭 有看到嗎 這裡面是有圖的 所以有些人會把這個外皮扒掉 貼在牆上或是當做什麼掛軸啊之類的 但我應該是不會這麼用的 因為我沒有這方面的興趣 然後飛盒呢都會這麼高興 因為它有墊這個東西 我很久沒有開國際版的禮盒了 真的很久沒有開了 大多數都是在開中文版吧 國際版的我現在買來都是來去做收藏的 日版的更是不可能會開盒 因為日版的卡片我也看不懂 它裡面會有一個 在這一盒會有哪一些卡片的說明書 給大家看一下 國際版有趣的地方是 它會解說所有的卡片的特性 並且它上面還會給予就是卡片的搭配 要怎麼配這張卡啊會比較好啊之類的 還滿不錯的啦 這一次本子的質感其實 還滿不錯的耶 國際版的好處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流通性是高的 你國際版的這些卡片拿去亞馬遜 反正你只要拿去一些外國人都會常用的卡片交易地區 都很容易賣得掉 真的有榮幸可以抽到意圖的超夢或金超夢的話 其實也是很賺耶 那我們來看裡面還有哪些東西吧 首先這個序號卡是有用的 之後有那個線上版本是可以直接去做登入 可以拿到一堆卡包 然後它還會有我們的卡套 超夢的 深藍色的配色 以及我們的SR的 就是結一張的超夢 欸很帥耶 就像是日版的卡盒 它們禮盒裡頭會有意圖 那些意圖就是讓那一個卡包增值的最主要原因 當然啦 它的那一旦有哪些好卡也是有關聯 然後這個是國際版的能量 好久沒有看到了 國際版的能量跟一般日版的能量不同在於它們上下的顏色 還有傷害指示物跟我們的VSTAR版 它VSTAR版是塑膠的喔 到現在我們中文版還是用紙版的喔 然後傷害指示物 喔這已經開始在變了耶 它已經不是六面骰了 是這種10啊 70啊 140的這種指示物骰 這一顆大顆的骰子是我們所謂的判定骰 在國際版就是雙數和單數來去做判定 當然啦如果你在直播桌的話 大多數雙數就是正面 單數為反面 然後這裡頭的卡包呢 有幾包來的啊 啊 3 6 10包 國際版的卡包的分量都非常的足 有看到嗎 一包的厚度 真的很厚 大概一包的厚度大概就是 中文或日版的卡包的兩包分量 就一包是10張左右吧 那我們祈求著在這幾 10包當中可以出到閃耀的卡片 以及我們的金超夢或義圖超夢吧 哈哈 好啦來開玩笑 首先第一包 這個算是有吧 白色的 4.5好像都是白色的耶 大尾梨 鯉魚王 長尾 哎呦 有我們的 卡丘 國際版的卡片比較偏紙 所以如果它沾很濕氣的話 很容易會變黃 或是發生什麼事情 哎呦 水劍龜 水劍龜是蠻帥氣的 有沒有什麼 全圖之類的 沒有 第一張 是白色的 但是是雙閃 好像4.5都會是白色邊耶 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可以從序號卡這裡 就可以知道說 這一包是好卡或是不好的了 如果是全綠色的話就是沒有好卡 有白色的話就是有雙閃 或者是有一個V卡 這一包有嗎 這一包是雙閃還是有V卡的 哎呦 雙閃 啊 沒有 No 沒有 兩張閃卡 沒有什麼特殊的耶 好啦 4.5都是白色的啦 沒有綠色的 但總該給我一個好康的吧 這個是 雙閃 閃電鳥 哎呀閃電鳥就還好耶 國際版的卡片啊 有些東西真的是會莫名其妙的賬價 而國際版的卡片其實都還蠻難開的 所以我會推薦 如果你真的是買禮包類型的話 就不要隨意的開盒 哎呦 這個好像有不一樣的耶 對 這個是V卡 各位 終於開始了 3 2 1 哎呀 快龍 快龍的話 我是覺得可以收藏 歐美地區對快龍的喜愛程度 其實還蠻不錯的 你知道之前的那個美版的快龍的價格 就莫名其妙上升了 哎呦 這個是什麼鬼東西耶 為什麼會有這個洞洞 什麼鬼啊 怎麼會突然給了一個Vistar的卡片呢 然後這一個也是雙閃 沒有什麼其他奇異東西 哎呦 有沒有百變怪啊 又一張皮卡丘 然後還是沒有什麼V卡 真的是令人難過耶 如果有百變怪的話也不錯 百變怪其實也是蠻值得去做收藏的 每一版百變怪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我也就好奇了 哎呦 哦 這個是Vistar 那應該是 超夢吧 3 2 1 還是快龍 也太多快龍了吧 哦 我們出了一個零仙 我們出了一個妙蛙花呢 可是這個噴火龍還行 給他一點點的尊重 剩下最後兩包啦 看有沒有奇蹟的發生 每一包其實都會有一些 無非無非的奇蹟你知道嗎 沒有 這個沒有 就是伊布跟火焰鳥 最後啦 謝謝 哇 皮卡丘 我們的快龍 然後妙蛙花零星的 然後三張皮卡丘跟一張噴火龍 這幾張應該是可以來出手收藏的 其餘的就有點抱歉囉 給它收起來吧 好的 那令人感到哀傷的就 沒有開到耶 我好像要開到金的超夢嗎 這個夢是不是有點嫌大了一些些 你知道開這個盒真的是 超貴 至今為止雪兔真的買了一堆東西 我很期望這些東西 留到10年過後會是什麼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盡量的把這些東西都握著 都不輕易的賣掉 我期望可以留到那種快要死去的時候 好不好 那各位觀眾朋友們 如果有雪兔 希望你會喜歡這一次的開箱 如果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下方會用雪兔 訂閱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影片 那期望著大家可以告訴我 這幾張的價格是多少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各位拜拜 拜拜